男人在水瓶上装上微型摄像头 然后用瓶底不断地从女孩的短裙下滑过 而瓶子所到之处全都被他拍了下来 为了让粉丝更好地观看录像 他在帽子上也装上了针孔摄像头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他早已进入了死神摄下的圈套 寻着个人喜好男人来到一个女仆西餐店 就在他和女仆搭讪的时候 一个男人拿着一瓶负含化学药品的特质油 从他身边走过 而此时屋里被摊的女仆顺手 就将刚送来的油倒进了锅里 随后一份被特质油炸过的薯条 就摆上了男人的餐桌 就在男人享受美味的同时 另一个男人正在往吹气泡的水里倒入洗衣液 而洗衣液里含有另外一种化学品 男人刚站起来 一个气泡就飞到了他的面前 当他顺手拍散气泡的时候 他就不知不觉地吸入了另一种化学药品 男人拿起水瓶就准备继续去偷拍 当他在搜寻目标路过泼水项目的区域时 被一个女孩拿着装满水的气球砸在头上 当水花溅落到他脸上的瞬间 之前接触的几种化学药品 当即就发生了反应产生剧毒 男人顿时就感到了浑身无力呼吸困难 随后他就倒在了地上 而碰巧此时活动现场女明星的车辆也来到这里 全场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女明星那里 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他摔倒的事情 男人口吐白沫奋力往台阶方向爬过去 最后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台阶上 而刚才发生的这一切都在凶手K的计划之中 可就在K完成毒杀准备撤离时 男人的身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 女孩拿着刀威胁男人 让他删掉自己被偷拍的视频 但是男人根本不理他 他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早已死去 女孩说了半天 可男人对他说的话却始终无动于衷 感觉自己被藐视了 他一气之下就把刀刺进了男人的身体 在连刺竖刀之后失去理智的女人 才意识到自己杀了人 周围的人也被女孩的尖叫声吸引了过来 女孩很快就被警方带走了 而站在人群中的K看到这一幕也很是无语 因为这个女孩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原本可以悄无声息地杀掉这个男人 可最后这个女孩却成为了他的替罪养 回家后的K躺在床上左思右想 他不愿意让这个无辜的女孩做替罪养 于是第二天 K就在网络上发布了事发当天受害者在遇害现场的视频 并且还在视频上附加了三个动画人物 而三个动画人都说自己才是凶手 他想要暗示警方凶手其实是三种化学药品 同时可以以此来引起警方的深度调查 为女孩洗清罪名 而警方在视频的暗示下验尸后也发现 女孩的刀刺进男人身体中的位置都没有伤到要害 并且视频中可以看出女孩在刺杀男人时 男人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 由此他们推断男人在被刺前就已经去世或是已经昏迷 而这也正好达到了K想要的效果 K的真实姓名叫做伊景 害的脸下却有着一颗模拟的心 他每杀一个人就会往书架上放一本书 虽然他试杀成性 可他杀的都是有罪或是犯过错的该杀之人 但是他的这种行为却导致保险公司损失惨重 因为他每次杀人后警方都找不到证据 最后案件都判定为意外死亡 所以保险公司因此赔付了大量的保险金 于是觉察出一样的保险公司成立了专案组想揪出幕后的真凶 而这个调查组的负责人 碰巧又是K在高中时期被警方调查的负责人